大家好,歡迎回到《軍武器宴》 今天想說的 topic 是 美國雙航母南海再現 支援東盟,全甲板出擊 清楚內容沒錯吧? 好,歡迎大家回到《軍武器宴》 我是李主持 Larry 今天這個 topic 想說南海 就是再次 我們講的《列根號》和《尼米之號》 再次合體 相隔了,應該也沒有十天 他們就在南海再現 大家一起重聚,做雙航母演習 這個都非常罕見 通常你見做完一次 分開了,應該也不會再做 怎料今次又合體又做 差不多是一個星期左右 有做到一次 這個真的很少見 美國太平洋艦隊 也有聲明 我們講的《列根號》和《尼米之號》 打擊小組 已經在南沖國海做事 有兩架航母艦 當中有很多的巡洋艦 驅逐艦 還有一萬二千多個軍事人員 因為每架艦都五千多六千人 上面大概 每架 航空母艦上面有六十架 飛機 加上大約一百二十幾架 做戰術防空演習 我們當然也會去猜測 他會做什麼的防空演習 今次 兩個戰艦的打擊群 今次的訓練都會去到最高的準備水平 以確保通過力量投射 對任何事件作出反應 我們由太平洋艦隊的說話 我們當然要去猜測 其實是說什麼 如果說到訓練到最高的準備水平 我們猜想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全甲版出擊 全甲版出擊 如果熟悉二戰歷史的朋友 應該都不會覺得陌生 因為在美國太平洋艦隊 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他們對著日軍 航母艦那裡 他們都需要作出全甲版出擊 將他們的艦載機出擊 去攻擊對方的母艦 因為在那個年代 航空母艦誰先發現 誰先攻擊 即是我們經常說先發現 先攻擊 如果我一早發現了你 我就可以馬上調動 所有艦載機攻擊你 所以理論上 全甲版出擊 一起去找對方的航空母艦出來 然後就予以致命的打擊 所以這個全甲版出擊 你可以說是美國 從二戰開始培養出來的戰術 也是一個血與淚的戰術 大家可以看到 尼米茲和列根號 都很久沒有合體作戰 2014年到現在 你都發覺 上次你看到 就是列根號的夜間出擊很多 尼米茲很少見到它動 也正常 因為尼米茲號 是一個尼米茲級的首艦 其實都接近退役的時候 所以如果再做多次全甲版出擊 其實都挺傷的 以一架老艦來說 雖然它之前有更新 相反列根號正直壯年 復役了不太久 由現在大概十多年左右 大把小課 所以如果認真的粗勞 都應該是列根號做的 所以我們都相信 今次的全甲版出擊 有機會都是列根號會做得比較多 可能尼米茲號 就從旁協助 做一定的Sorty 的出擊 未必會做到全甲版出擊 他們當然都會計算 可不可以做到 全日最高的Sorty的次數 大概去到80至120架次 這個都相當恐怖 因為你發覺他們 兩邊的航空母艦 他們大概加起來 你發覺是9至10個中隊 9至10個中隊 其實他們可以做到的事 是非常之多的 我們曾經剛才提及過 你如果計算 上面的武器 因為種類是非常之多的 如果雙航母一起合賣的話 第一 空中搜索範圍是非常之廣闊的 至少每次都有一至兩個鷹眼 在上面作出一個指揮 以及一個貪敵的情況 當然 另外 上面可以看得出 他們所有的武器都齊 第一 AM120 他們說 上面有AM9 格鬥飛彈 可以擺放Harm 反輻射飛彈 小牙飛彈 J-DAM Polo二型 大王鋒 因為他可以擺放很多不同的武器 所以 他有很多種玩法 我們當然猜 如果全革命出擊 他們都會看 究竟 在當中可以怎樣玩 其中一個玩法 可以帶反輻射飛彈 在島嶼附近 把防空雷達全部打光 打光之後 下一批攻擊機 就可以肆意炸所有的東西 所以 這個可能 有機會 是他們練習的一件事 當然 大陸那邊 反制說 現在永興島 他們會放一些殲-11 我想說 可能正中下懷 如果你夠膽 起飛你的殲-11 他們就會有一個 空中打擊的情況 殲-11 當然 如果在國內的朋友 會覺得 殲-11 是會類比美國的 大概F-15的情況 當然在電子設備上 應該會有些分別 因為F-15 接下來 可能會裝備 美國購買了F-15EX 購買了十多部 遲些可能會再加推 有朋友說 會否加推200架 這都為之上草 我相信 可能40-50架 Equip都不期 主要是看空軍有沒有錢 有餘錢可以做 另外 空中作戰的時候 其實戰鬥機和戰鬥機 本身 大家都比較近視 即是你的戰機雷達 其實你幾強都好 你大概 搜索範圍 都是說 150-200公里 這個已經去到很盡 但是有一個神器 在這個航空母艦上面 可以這麼說 是天眼 可以看到很闊很闊 在戰場上面 誰能看到更多的東西 贏的機會率有高點 所以美國有一個艦載型的空中預警機 E-2 尤其是由E-2C 現在慢慢更新到E-2D E-2D的雷達罩也大一點 它本身的追蹤訊號又會多一點 所以這個E-2D的作戰範圍 至少有400公里 在整個空中管制裏面 它差不多是大佬 它是一個指揮 告訴你所有戰機 如何攻擊進攻 這個位置 中國那邊就會差一點 他們需要地面雷達站去做 始終地面雷達和空中平台 有一個時差 以及 偵測範圍也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E-2D一定充滿優勢 F-18如果和殲-11打空戰 因為有E-2D一定是提高一線 甚至兩線 大家看到了 如果雙航母 很明顯的優勢 非常明顯 即是無論彈藥 無論戰機的數目 起飛的Sorty 全部都有彈性 即是我們說補級的時候 一架補級 一架戰鬥都還可以 所以基本上是無死角的 如果雙航母 一出擊的話 可以這樣說 即是對面 除非有很強勁的空軍力量 做一個壓制 或者是有一個電子戰的情況 去做壓制 但是在現在的世代 你看到 都很難有一個國家 可以在電子戰上反制到美國 另外 當然美軍還有一些情況 例如水下的情況 我想對航空母艦戰鬥群來說 水下的攻擊是最擔心的 因為以前也試過 航空母艦上 突然有一架瑞典製的航空母艦 瑞典製的潛艇浮上來 中國的宋級浮上來 蘇聯這些浮上來 這些都是一些水下威脅 都很害怕的 潛艇的東西 就不怕你捉他99次 自怕你走掉 被他偷雞到你一次 所以潛艇是要予以無情的打擊 如果雙航母戰鬥群來說 會比較多的核潛攻擊機 即是核潛艇的攻擊潛艇 可能有兩至四架 可以作為一個海底的手艙 當中我們說的M60 或者是其他反潛的作用 能量都會比較大 所以對航空母艦來說 其實Synergy都非常之好 當然了 如果派出雙航母的話 其實信息都很明顯 就是之前蓬佩奧 也有發聲明 說過南海第一 南海不是中國的海上帝國 你不可以愈取愈攜 你上面擺的賭招 基本上是不予以承認的 你上面所有的建設都是非法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某程度上是在支持 東南亞的隊友 因為東南亞很多時候 這些國家上面都有建設 但未必去到 去武裝加很多武器上面的情況 可能越南也會有一點 但菲律賓就沒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看得出 這一刻 美軍如果派出雙航母的話 可以說在南海 他全是兇的 當然 大陸有沒有一些反制 你說他們可以派出東風 之前他們 央視一派的廣告 說東風26 我們說的關島快遞 當然他會用關島快遞 就是這枝彈道飛彈去做一個反制 因為這枝彈道飛彈 可以射到5000公里那麼遠 以他的規定 我們認為 2500至4000公里都會打到中關島 所以關島現在都有必要加強防衛 但是可不可以打到航母 都是一個架說 你說東風21D 東風26也好 央視的朋友都會不停強調 如果兩架航母進來南海 他也是一個Q zone 我們就會準備所有飛彈的攻擊 現在我們真的要考驗一下雙方的意志 究竟中國的解放軍 他更強的意志 準備去迎擊這個雙航母戰鬥群 還是雙航母戰鬥群 他有更加好的準備 聯同東南亞 我們說的東盟 這個盟友 然後去作出反制南海措施呢 這個大家就需要拭目以待 但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會放在一個全甲板出擊 究竟怎樣可以配合到 其他東盟的海軍 或者空軍去攻擊 暫時我們看到 新加坡 新加坡當然要有一定的訓練 F-15 即是F-15SE 另外 他會有一些的F-16 所以新加坡應該是最能夠配合到 美國在海空軍的部署上面 作出一些行動的配合 馬來西亞都一定的大和風 但是比較老舊一點 所以能夠起飛到的戰機不多 通常都說不超過四架 這樣說的作用就不大 而印尼似乎都是現在 美國刻意培植的一個東南亞的盟國 可能這個身份會不停地躍升 所以印尼接下來要接收MV-22 會不會做一些海陸的部署 例如登島的部署呢 如果雙航母再加了一架 我們說的兩棲攻擊艦或兩棲登陸艦 它的威力會大增 因為如果整個領空我已經清空了 基本上 海軍陸戰隊 登島就很容易 無論你用攻擊直升機也好 或者我們說直升機去做立體登陸 垂直登陸 或者兩棲攻擊車 車輛上去的話 都會方便很多 甚至乎派一些救援直升機 在附近遊翼準備 去搜索、拯救都很方便 所以大家看到 要製海都必先製控 好,今天我們的分析就是這裡 如果大家第一次聽我們YouTube頻道 請Like和Subscribe Subscribe記得按鈴鐺 因為按鈴鐺 你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 給你聽我們最新的節目的動向 另外大家可以去看廣告 因為看廣告很幫助我們 多按兩次 可以的話 一台手提電腦 平板電腦 任由它去玩廣告 如果有檔廣告的程式 請你禁止它 另外手機就沒有數 你 skip一 skip 即是流暢一點去看 我們亦有一個Patreon會員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都會經常放一些我們的獨家分析 現在的分析通常是英文 或是國語 我們是廣東話分析 以及我們是獨家 大家支持廣東話 支持香港 好,希望在其他節目再見到大家 我是你的支持Larry 拜拜